我現在看的叫做總立戰與台灣 那因為我也沒有看完 不太敢做什麼很深入的書評 可是就我目前為止看到的一個階段 我覺得它跟今天的主題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它提到說 一個地方的改朝換代 通常都是由上位者來決定的 就是由國家來決定說 你這個殖民地是要被解放 還是被化為誰的領土等等的 那這本的研究角度它有一點好玩 就是它想要看說 在一般的所謂的歷史的敘述裡面 被忽略的一般的社會 一般的人民怎麼樣去看待 改朝換代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他們有沒有什麼反抗 或者是說他們有沒有什麼 要相應這個情勢做的一些所作所為 那它也會比較從 日本政府在台灣的時代的末期 他們有一些對於國民的 所謂精神體質的調整 那對於整個戰後的 台灣人的民族跟國族的認同 到後來到底是要光復 還是說要獨立 還是要怎麼樣 可能會做出一個選擇 那這樣的影響 其實它的脈絡是更早在 日本時代的時候就已經有 種在每個人的心中這樣子 除非你住在山裡面 然後你可以自己種菜 自己養活自己 然後你自己擠的山泉水 來過濾來喝 我們從出生到 從醫院然後去醫院的中心 然後在學校一路長大 都是群體生活 都是你要工作也好 在學校也好 你不會自外於一個社會 那那個社會 不管你喜不喜歡 你爸媽就在裡面 你的老師朋友學員都在裡面 那這是講人際關係的部分 這些人同樣使用的空間 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們平常念書的學校 睡覺的家裡 或者是銀行辦事 去郵局寄東西 這些東西 那些建築有好有壞 這些空間 不管它是大是小 但是它因為你認識人 都在這邊生活 然後你自己在這邊長大 它可以說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它當然不是你的身體 但是你的身體出現在這裡面 去使用它去運用它 那你說要不要關心 應該是講說不關心的話 那你就活該倒楣 你會去用在一個 很不好的空間 因為你不關心它嘛 所以你不會在乎 建築怎麼樣開發 不會在乎城市怎麼樣規劃 會傷害到你的權利 如果你不關心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跟人權有關係的事情 那那個人權也沒有多偉大 就是你自己生活的好不好 這件事情就是會反映在 你夠不夠關心你的城市環境也好 你的家庭居住的生活環境也好 你不關心你的城市 你不要講說旁邊一個古蹟材料 不曉得 你連自己家裡都打草不乾淨 那就不是一個健康的人嘛 你的呼吸道可能都不順暢 那是不是應該要關心 我覺得就跟我們是不是要吃健康的油 喝健康的牛奶一樣 是同一件事情 會講到平衡的前提就是 你會覺得它是兩個對等的東西 然後有的時候天平往這邊下降一點 然後那個地方就會相較的不被重視 有的時候可能會倒過來 是不是我們用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現代化的發展跟歷史的保存 其實是在箭頭的同一個方向 就是你去保存這個歷史 不見得就會去阻礙到你的現代化 我們講日本大家一般的觀念 會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很現代化的地方 它是一個很我們嚮往的 就是廉價想放假去玩的 然後會覺得說某些地方你看看人家日本人都怎麼樣 那台灣人怎麼樣 它會變成一個對照組 但它同時也是很傳統的 你可以在那邊看到平安時期的文化 你要拍念影羊 念影羊在台灣找不到場景 你要跑到日本去拍念影羊 那這件事情跟他們的現代化並沒有衝突 他們反而會把這些傳統的元素變成說 因為那個傳統在日本一直沒有斷掉 它會變成是 就是你要將來要怎麼去發展的一個方針 那也不是說傳統就完全就絕對是正確 或絕對是好的 國家也有可能走偏 或是社會的集體的精神也有可能走偏 那或是再看看中國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他們也有保存 那他們也有也有開發 那他們有的時候會比較走上一個 衝突跟對立的狀態 那結果我們就不細講 就是跟日本會不一樣 那台灣其實有這麼多對照組的話 其實可以去思考說 我們當然不管是政府灌輸給你的好或是你自己 所以生來就絕對應該理所當然要拼經濟 那是不是跟傳統的保存這件事情 不管是鐵道迷也好 廢墟迷走迷也好 他們自己會形成一個社群 然後對於自己關注的東西 會投入非常多的精神跟心力去深入很多知識 那這個非常好 因為你知識就是需要這樣的大量的精神跟成本投入下去 你才會到達某一樣某種程度的高度 但是那個東西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你是鐵路的發展也好 不管你為什麼這個空間會變成廢墟這件事情 它都是發生在這個社會 它不是說一個精美的工藝品故意做得像廢墟 或者是一個漂亮的跑車 只有很有錢的人才玩得起的 然後鐵路是因為他們而做出來 不是 它都是因為這個社會的產業 這個社會的各種的政治的發展也好 經濟的發展也好 然後去形塑的這些環境的空間 我不太相信魔法 你們自己相信嗎 我看到你們列這個題目覺得好可愛 就是有一點像是在水溝救了一隻小天使 他給你取三個願望 可是這種你長到這麼大 也會知道這種事情不太可能發生 那我們來講實際層面好了 有一件事情 如果是像哆啦A夢的如果電話聽你講了一句話就突然變了 這是好事嗎 就是我們即便現在看到的社會上許多不公不義 然後各式各樣的你覺得看不慣 或希望有什麼改變的事情 但是它要是真的突然就這樣轉變了 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這些人原本就以為是你所希望的那樣子好的 就是他們沒有經歷到轉變的過程 就是一覺醒來只是就是從A變成B 然後大家還是理所當然的過日子 另外一種就是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但是就是變了 就是突然就變成房價從50萬變成5萬 那會很恐怖 就是我當然是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我也會希望它不要發生 該怎麼說呢 沒有什麼的突然的轉變是很平和的 即便是英國的光榮革命都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更不要講法國從一個中世紀的王朝 然後如何到現代的法國 他們那個革命是堆積成山的屍體 那個才是真正的沒有魔法的世界的轉變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人都是有幻想的 比方說我已經是個老人 但是可能還有百分之二的同心好了 你問我這個題目還是很開心 我還是想說 如果真的希望台灣有什麼事情可以改變的話 我希望的是居住這件事情 不要被這麼的當作商品化 我先講的那句話 就是聽你家人講故事 學者專家都會創造出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像什麼紋理啊 脈絡啊 或是什麼機能啊 或是什麼 反正就是那個專用名字出來 你就覺得哇 他好像在講一個什麼深奧的東西 最近有一個網站我蠻喜歡的 故事給所有人的歷史 其實歷史是什麼 它就是活生生的生活 就是比方說這個房子好了 那一般人沒有機會住在裡面 但是你可以住在旁邊 然後你可能爺爺奶奶就坐在這邊 還是你爸媽搬到台北來坐在這邊 看到他的發展 剛剛有一個聽眾跟我說 他看過他換5瓦 這個事情我就沒聽過 有人講說 後面有一個石頭摸著會生小孩 這個事情我沒聽過 那這些故事 他其實很真實 就是他真的就在跟你是同樣的 那個生活的環境裡面發生的這件事情 你去了解他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有親切感 比你去了解一個舊金山的故事 比你去了解一個布拉格的故事或哪裡的 你會覺得這個故事跟你有相關 就是他真的是跟你一起同時出 不是同時 但同樣出現在這樣子一個時空的話 那歷史這件事情就沒這麼深奧 就是好像會說 比方說到哪個地方要開始講他的街屋的造型 空間會出現很多那種建築專用名詞 那個也不是說不重要 那個對於研究物質這件事情 空間形態的發展來說 就像鐵道米會在乎火車的型號 或是廢墟米會喜歡某一個秘境這樣子 但是那個房子不管它漂亮還是醜 它裡面是有住人的 那件事情是真的有辦法去用口說的方式 用出版的方式 一代一代的讓之後的人去了解說 比方說我自己從小就是住在東區 一個老眷村改建的國宅 我跟台北的西區 在我的成長背景完全沒有任何的關聯 就是我是到了高中大學才比較多 常因為買書啊買什麼 就是到所謂的老的三世傑 蒙甲大老城跟城內 然後我看了那些房子 它跟我的家族沒有任何關係 然後那些裝飾 為什麼要做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如果看到了某一段話 以前的某某某誰誰 小時候住在這裡 然後他講他們家的故事的時候 他家住在重新來的時候幾號 我就去對照門牌 哇原來這是那個誰誰誰家 我就會覺得跟那個地方產生連結 那這個沒有一個很高的門檻 就是多聽故事 所有人家的故事 你爸媽有故事 他可能不跟你講 那你爺爺奶奶一定更精彩 大江大海什麼的 那聽多了如果你覺得不記下來很可惜 你就寫書 很多人覺得自己家的東西有什麼好說的 好像跟人家家也沒什麼關係 我自己覺得最好看的就是 每個人的家族死 因為如果那個人跟你住在同樣的國家 或同樣的城市的話 你會知道他想要講什麼 或者是他也會有想要講給你聽的事情 謝謝大家